I feel We feel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好巧克力 不愿海台点心面 多爱贯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鱼金晨 大家好 我是顾小 是的 现在年轻人呢 在举办完婚礼之后呢 通常都有第二趴 不是去KTV唱歌呢 就是去酒吧 多喝点酒 但周董这次举行完婚礼之后 先选择在一个游泳池里面 进行狂欢派对 但我就在想 在游泳池里面举行 这个狂欢派对 周董你不怕感冒吗 就当时会太冷 对不对 因为有零下耳朵 但是我觉得 他一定不会感冒 也不会觉得冷 为什么 他在吃个冷 是有恩爱 就是因为他当时结婚 你知道心情好 太满意这次的婚礼 所以很开心 很有热情 所以去那样冷的地方 也不觉得会冷 全身的温度都上升 对不对 刚刚公主播说到 是有恩爱 其实最近是有恩爱的明星 也不再少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是有恩爱也长久 熊带灵修炎 妈妈满意 行男友 先看这娱乐圈的大龄生女们 都在2014年 把自己的人生大事解决了 这2015年一开始 原本低调恋爱的女神们 也都一改保守 大方秀起恩爱来 熊带灵昨天在香港 出席某品牌活动 这可是与郭可英弟弟 郭可颂 展开新年庆后 首次公开露面哦 调至春风满面的 恋爱中的女人 就是不一样啊 已经被拍到 没有办法否认 大大方方承认 这也是极好的 可这听说 才在一起不久 就已经进展到 带男友见家长了 不算很正式的去见 只是之前 之前妈妈 还有家里人过来 香港参加 我朋友的婚礼 然后就这样子 很顺其自然的 见了一面 我没有特地的 去问妈妈怎么样 只是从妈妈的表情 和言语之中 应该感觉她 应该是基本上过关了吧 既然妈妈也很 蔓延新男友 那不如在2015年 把自己嫁出去吧 没有想到这么远 因为始终是刚刚开始嘛 所以希望还是 多一点时间了解一下吧 小编屏 是想多点时间 享受一下 爱情的甜蜜吧 旧爱也长久 林峰为情人节礼物头痛 那边熊大林 在爱情的春风里 甜甜蜜蜜 这边林峰也是 爱情事业爽管齐下啊 近日 林峰为好友的 娱乐公司友情站台 早前林峰离开TVB时 就旅船 她会自立门户 后来却又转签英皇 此次站台 林峰是不是想为 开公司取取金呢 从来就没有去 想开公司的这个念头 不知道为什么会误传 因为一直以来 我都觉得一人 我们做好自己本分的事 不开公司才有精力 专注影视歌三期发展嘛 还有不到一个月 就要迎来情人节啦 眼看林峰 稍后就要前往美国 录制新专辑 向来安慰女友 营造浪漫氛围的林峰 也不知道这回 能不能跟女友 一起庆祝呢 希望吧 希望吧 因为她自己也有 也有需要嘛 那希望可以一起过 那但是以工作为主持 这不能一起过 那礼物总要送的吧 那个我是现在在头疼 因为时间比较紧凑一点 那我尽力吧 其实心思的东西 就是最主要是 用心去做好的就是 小电瓶 人家心里早就惦记着呢 秀恩爱也长久 秦子月与丈夫聂远 距离产生美 昨天由杨叔 张成光 秦子月等主演的抗战剧 叶真音 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 这部戏也是 聂远妻子 秦子月产后付出的 第一部戏 由于拍的是抗战题材 爆破场面特别多 这部 秦子月才刚一付出 就受伤了 这可心疼化的老公聂远 她太忙了 她没时间来拍我的吧 但是她也是挺心疼的 觉得 哎呦 这么辛苦去拍抗战 但是没办法嘛 因为 我还是喜欢演员这个职业 所以我就想 不管 是不是自己 不生活宝宝以后 我还要继续工作 工作归工作 这除为人母的秦子月 也舍不得家里的宝宝 走到哪儿 带到哪儿 对 我把她带在身边 我去哪儿都带着她 秦子月时刻把女儿 带在身边 而正在参加 舞蹈比赛的聂远 也抽不出时间 来看望母女俩 尽管两人很久 才能见上一面 但还是有办法 维系感情的哦 不见面不代表 维持不了感情嘛 多打打电话啊 什么的 老凡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呢 要给大家送门票了 就是来自这个 不差点演唱会 蔡月娘 在本月的23号青岛 就是她这个 演唱的门票送给大家 大家只要登陆到 谜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 来参与投票 就有机会拿到正门票啦 是的 将来的时间 我讲一件 让我很震撼的事情 讲一件就是福建老乡 那个陈赫 这两天竟然爆出 她离婚的消息 而且对这个事情 已经吵了一两天了 但陈赫本人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很想说 这件事情很失窍 当明星遭遇负面新闻 陈赫劈腿 与妻子许静已离婚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好男人陈赫劈腿离婚 此外 一条关于陈赫已离婚的消息 在微博上疯狂传播开来 同时该爆料称 陈赫夫妻离婚的原因 是因为陈赫劈腿 匆匆那年合作过的演员 张丽萱 消息一出 网友一片哗然 纷纷表示 不再相信爱情了 都知道在江湖上 陈赫一向是一好男人的形象世人 而他与妻子 许静爱情长保十三年 修成正果的故事 也被传为一段佳话 去年两人还一起上过 夫妻真人秀节目 真爱在囚图 各种兄爱 引得网友八方点赞 而这突如其来的 劈腿离婚消息 无疑会给陈赫的人气 带来不小的冲击 各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许静近日一条 意有所指的微博 似乎也从侧面 印证了这件事 消息爆出后 曾成功预告文章出轨的 《难度娱乐周刊》主编谢晓 第一时间否认了 两人离婚的消息 然而在网友中 颇具威望的知名博主 八卦成长协会 最后却透露了一个 更为劲爆的猛料 指出陈赫和许静 其实在结婚后 没有多久就离婚了 一时间众说风云 消息满天飞 而身为当事人的陈赫夫妻 却迟迟没有回应 直到今天上午 网友们发现 一直沉默的陈赫点赞了 几条微博 一次从侧面回应 离婚传闻 这才让不少网友 稍稍放心了一点 随此小编认为 整个事件很大的可能性 是为陈赫与张子轩之后的 电视剧进行预热炒作 唯独不解的是 婚姻这么神圣的东西 也能拿来炒作 难道这一纸婚书 就这么不值钱吗 话说回来 娱乐圈的事情真真假假 谁也说不准 八卦天也将持续关注 事态的进展 当明星遭遇负面新闻 男友劈腿 陈一涵被指当第三者 不管明星们愿不愿意 能让他们第一时间 登上头条的 不是滑边八卦 就是不免新闻 打发陈一涵 前阵子声线第三者风波 全英旗发行师男友 Tom被媒体拍到 前脚才送陈一涵外出工作 后脚就大帮留前女友 到家里过夜 事件被披露后 陈一涵选择沉默以对 不做回应 昨天陈一涵出席 柏林影展行前记者会 难得罗免他 让整个记者会都失交了 还是好朋友 什么世界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堆 喜欢在社交网络上 分享心情的陈一涵 跨年夜凌晨晒出一张 甜蜜照片 并留言表示 喜欢一个人过节 让大家纷纷猜测 想妮子是否已经回复单身 尤其是前几天 陈一涵再发独照 还留言表示 一个人的旅行 也被外界解读为疗伤之旅 过期间很不稳定 有时候放假 说天啊 我这两天没事 就是你知道要约人 然后再订饭店 然后再讨论去 也太麻烦了 所以我现在都走一个 反正只要一有空 如果有一点累 就被出去 跑跑不见了 当明星遭遇负面新闻 王祖兰被指 拖欠装修工人薪金 昨天王祖兰和未婚妻 李亚男出席 喜柄赞助活动 下个月就要婚礼 王祖兰透露 近日忙于发喜帖 看来真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然而新婚 爱潮装修了15个月 最近却发生了小差距 事情源于装修工人 声称王祖兰 拖欠薪金 还报警求助 最近我都收到传媒的电话 说我什么 你不发薪水给他 其实我发了九成了 只是最后才差一点点 我想看清楚 那个价钱这样子 那后来他就说 如果你不付钱 我就不给你 你家的钥匙这样 那我就说 这样太恐怖了 你这样不带好吗 我可以报警的 然后他自己去报警 小冰萍 这是好事多磨 当明星遭遇负面新闻 甜蜜蜜复应 陈可欣被指圈钱 1996年 由陈可欣指导 张曼玉黎明主演的电影 甜蜜蜜 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 时隔19年后 经过数码修复的甜蜜蜜 将于情人结档 在国内上映 在昨天电影放映会上 导演陈可欣就表示 这次除了画面修复外 还对张曼玉的角色 进行了重新配音 这次唯一做的感动 就是在这一块 这一小块的声音上 移民回来帮我们 鼓配了后面所有的 然后张曼玉 我们找了几百个女孩的声音 然后终于选到一个声音最像的张曼玉 除了甜蜜蜜 近来电影功夫 一代宗师都纷纷重新 难免让人觉得有圈钱嫌疑 这次陈可欣就强调 她非但没圈钱 甚至还自讨要包 针对圈钱这个词吧 因为这个电影是在盈利上 是很违换的 我唯一是希望把这个电影 留在它最好的状态 其实当时拿做修复的时候 我还自己花了 我自己的钱几百万去修复 小便宾 经典重新 还是有市场的 乐饭店总和报道 先提到好男人 我真的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身边的这个真的是好男人 他身边的很多很多优良品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比如说勤俭持家这件事 那就是节约 这点我真的佩服 说太多的东西 但是说到勤俭持家 我觉得我最近 真的得向一个人 好好学习一下 那你写你的发哥 周润发你知道吗 你还想他学 你都已经这样 还想他学习 对 人家这个虽然年收入高达1.7 但是呢 人家每个月 我最近听到新的消息说 只花一千多港币 做了几百钱 而且出门都是做这个地铁 跟我这个生活习惯太像了 但我在想 我这个连两千多人民币 一个月的花费 都已经顶不住 要往三千多花费了 这发哥怎么能撑得正好 我好像向他拜托一下 其实讲到这个发哥呢 我觉得你在他身上 真的要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节俭这块之外呢 另外还要学 他很逗趣的一面 人生无处不逗笔 快子兄弟 恶搞成龙芯片主题曲 要问2014年 什么最逗笔 绝对就是 作为这支网络神曲的 演唱者 筷子兄弟 不但把他唱遍全国 更唱出了国门 小阳和王太帝 也是淋漓尽致地 发挥着 无限逗笔的精神 闯荡在这个圈子里 这部电影天降雄狮 昨天在北京 举行发布会 成龙携主演 筷子兄弟 纷纷亮相 而一项擅长 恶搞的兄弟俩 就是连大哥的 新作主题曲 《大漠英雄》 都没放过 直接就变成了 小苹果版本 好好的一首 英雄赞歌 到了会计兄弟嘴里 咱们听着也是醉了 就是不知道 这样的两个人 放到成龙大哥的定中 怎样的角色 才适合呢 你两个英雄 前面不是英雄的 后面是英雄 前面是那种狗熊 我们说英雄这两个 但我们俩非常认真 当英雄一样 小地平确定 不是用神命搞笑吗 人生无处不斗笔 周润发和张家辉师傅 筷子兄弟是玩坏了 成龙大哥 而周润发这个老顽童 则是要把张家辉 给玩坏了 昨天由王金指导 周润发张家辉主演的 贺岁喜剧《澳门风云2》 在北京举行了一场 与装不同的颁奖礼 在片中 有拳击戏的发哥周润发 就获得了最强战斗力奖 获奖之余 发哥更是傲娇地表示 那可都是受了刺激的呢 这个是师傅叫我去打的 师傅是嘉辉哥是不是 对 他就要让你这么拼命 所以因为有一部戏 打了以后 打了七个影帝 对啊 我是恨他恨得不得了 所以我要求导演 在那个戏里面 我也希望拿八个影帝 八个影帝 好 把他打下去 八个开启师傅张家辉的说 那叫一个毫不掩饰啊 才说完张家辉影帝的梗 立马又补了几刀 我的勇姓 勇姓跟我 我的偶像 我是不一起 对 在他身上学了很多东西 就是 不用元气就可以 很耐心 干啥 干啥笑啊 脱脱衣服 玩笑归玩笑 又转发张家辉两位影帝 澳门风云2 早已转足了眼球 不过这上映日期 竟然和电影版 《崇尚云霄》相撞 不知道面对吴振宇 古田乐 张志玲三大飞机师型男 影帝 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实际上来讲 我们那个姓 也有飞机的系 我们呢 在这个系里头 我们也是飞机师 我们的飞机师 是高高级一点的 我们的飞机呢 是飞四万多机的 他们飞的三万多的 我们是高一点的 我们是A380 对不对啊师傅 A380 说 A380 对 他们是727 1727他们 13吃点不到 第三集好 然后你记得 他说的东西 对 你记得啊 对 他能承担我 我承不担 师傅的 师傅讲的对的是师傅的 错的是我的 小冰婷 包哥真可爱 人生无处不斗笔 韩红两徒弟 拆台窝里斗 银滴槽一块 说完的不易冷呼 可同门师兄弟 放在一起 就是互相拆台了 这部由周伟彤 以想想马海生 主演的都市电影 《爱情日记》 日前在上海 举行开机发布会 同为选秀歌手出身 同为韩红弟子的 李强霞和马海生 被问起感情的问题 马海生可是 怎么也不给 同门师弟面子呢 希望我 别谈过什么恋爱 小便的评论 有这样 师傅知道吗 乐饭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呢 给大家来看一张照片 大家来猜猜 照片上的这个大美女 她是谁 这怎么猜得出来呢 这一看就是 娱乐圈的一位新人 从这个照片上看 感觉有点像 你真的不认识他吗 我待会要讲到 他的名字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清楚说 啊 原来是他 因为他的变化太大了 很多人质疑说 他是不是有症 快点告诉我们 他是谁 他是僵硬 啊 不会吧 居然是他 居然是他 霍比特人导演 自爆最爱的中国女神 谈到各花入各眼 娱乐圈的帅哥美女 何其多 总有一位适合你 去霍比特人系列 首官之作 武军之战 影片导演彼得·杰克逊 主演理查·阿米蒂奇 来中国为影片宣传造势 因为曾经指导过《魔界三部曲》 而被中国影迷守制的导演彼得·杰克逊 被影迷亲切地称为彼得大帝 对于这个称呼 导演显得有点害羞呢 我感觉很惊讶 但也很羡慕 提案是第一次来中国为影片宣传 彼得·杰克逊导演自然不免俗地 被问到最想和那位中国演员合作 没想到导演的回答很接地气 第一个人选就是武才人 我们都知道粉丝的东西 非常漂亮 小编地平反言真是中国爱同吃 居然是他 韩国女神影迷自爆最终爱的中国男神 去日由韩国女神影迷和暖暖 朴诗后主演的中韩合作定《思念爱》 在北京热拍 虽然剧中有了帅哥朴诗后作为搭档 但谁曾想影迷却更偏爱中国的鲜肉偶像哦 昨年这个时候廖凡在柏林获得了最佳男主角 作为一个演员 廖凡算是功成名就了 今日廖凡到上海出席某名酒的商业活动 这一年廖凡在事业上 不知是否会因为拿了大奖而突飞猛进呢 欢迎来到柏林海的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这答对问题呢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我们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这一只狗狗呢 是L家的 恭喜这些朋友除了获得好 烧给力柏林海的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陈翔亲与签名的专辑哦 恭喜你们 是的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今天问题就是 请帖上的两个人是谁呢 实际上大家的朋友可以登陆到 我们娱乐乐饭店的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微信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好叉 给力柏林海的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一份 还有 就是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 非常绚励一张专辑 就是苏醒的最新签名专辑哦 是的 希望在赶来所取 今天你们就这样的临头时间 谢谢大家 就 GesU throat 收 Shen 云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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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